怎么了 怎么真应该吃了饭再走 我看见林向远她妈那个失望的眼神 心里头特别不是滋味 行了 你的心情我理解 只是 我怕晚了 李璐一家的人就消失了 不可能啊 他们又不知道我们要来 雷总 我就不明白了 您说我和林向远都是从小地方来的 她怎么就成了现在这混蛋样了 就为了钱 为了利益 军飞 从本事上来说 林向远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 刚刚你也看到了 林向远估计把她所有赚的钱 都用来给这个村子修路 解学习的钱 这村里的孩子估计也都很清楚 只要好好地读书 就能像林向远一样 改变自己的命运 成功了 自然也就不会忘本 那你说她为什么不把她妈接到上海去呢 你想想 母亲是她林向远在世上唯一的情人 也是她唯一的一个最大的软肋 林向远现在的处境就好像飓风中心 她只要走错了一步 就有可能带来一个不可估量的后果 她自然想让母亲离上海越远越好 明白了 雷总 那你这段时间冷漏杜药素 也是这个原因吧 我还是第一次碰上你们这样的夫妻 别人离婚都是咒对方过得不好 而你们却怕对方过得不好 那既然这样 我看就不用理了吧 婚还是要离的 我们俩性格不合 她说得对 我们各方面都不合 那具体呢 具体我来说吧 我来自贵州的农村 她是在上海长大的 又出国流过血 她喜欢智勇双全 潇洒幽默的男人 而我呢 每天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 我承认 我一开始追求樊绿的时候 确实动机不准 贪慕虚荣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 需要共同的经营 既然樊绿想离婚 我同意 樊绿 这个 是我们结婚的时候 妈非要让我给你的 我怕款式太土了 你不喜欢 你收下吧 全都留个经历 来 你会让我开心 我 cutting我 是我 不再选择我 就是离婚吗 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的 太姐你说得对 对 婚姻是缘分 向远 我们回去再好好想想吧